妹子被一群士兵追杀 慌张拽住缆绳逃命 可还没有滑多远 就被后面的士兵疯狂射击 伸中数剑的妹子 凭着最后一口气 终于滑到了对面 并且幸运地遇见了一名猛男 猛男白捡到妹子后 立刻就将他抱向了小树林 还为他拔出了身后的毒箭 这时追兵也赶了过来 猛男反手掏出大宝剑 像砍西瓜一样 一刀一个击杀了追兵 解决完小喽啰后 妹子吊着最后一口气 祈求猛男给他办事 事成之后就答应猛男任何条件 猛男名叫柯南 答应妹子后 他就起身前往了藏剑谷 并且找到了妹子的妹妹桑桑 桑桑也是一名绝顶高手 从小被神力大师选中 18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在藏剑谷苦练高超剑术 柯南见到桑桑后 瞬间就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回过神来的柯南 才缓缓告诉桑桑他姐姐遇害的事 得知姐姐快要死了 桑桑直接喊柯南赶紧带路 在柯南的带路下 桑桑终于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姐姐 姐姐告诉桑桑 他们的国家已经被哥登女王灭了 并且神器也被抢走了 因为神器拥有毁灭世界的能量 姐姐只希望他夺回神器并摧毁 可还没等柯南向他提要求 桑桑姐姐就隐恨西北了 桑桑安葬姐姐后 还在坟前发誓 一定会找哥登女王报仇 并且还会完成她的遗任 柯南主动请鹰陪同桑桑 可桑桑却不鸟她 认为报仇是她自己的事 希望柯南不要插手 如此傲慢的妹子 柯南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越南征服的女人她就越喜欢 很快桑桑来到了一处废弃宫殿 并且顺手就下了一个小男孩 没想到小男孩不仅不感恩 还责怪桑桑多管闲事 然而小男孩是一名落难王子 因为三天前 得到神器的哥登女王 不到一天时间 就把她的国家灭了 还抢走了所有财宝 虽然是落难王子 但性格一时间改不过来 面对桑桑她也是高高在上 还用命令的口吻让桑桑追随她 桑桑气不打一出来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经过长途跋涉 很快就来到了哥登女王的地盘 但想要杀掉哥登女王 就必须经过拉布拉将军的关卡 漂亮妹子独闯龙坛虎穴 名叫拉布拉的男人 叫肖让她留下过一夜 不料妹子是个绝顶高手 曾经单挑过18位猛男 并且还将她们全部撂倒 拉布拉当然不信 认为妹子只是在唬人罢了 还嚣张地说三招内打败桑桑 拉布拉靠近时 桑桑就举起了大宝剑 并在三招之内打伤了拉布拉 拉布拉瞬间被打脸 为了挽回面子 拉布拉愤怒地想要杀了桑桑 不料桑桑指令了一剑 拉布拉就见到了阎王 剩下的属下看见头领已死 纷纷想上来报仇 这时背后冲出来一个猛男 并且斩杀了很多士兵 原来柯南非常不放心桑桑 所以一直尾随她来到了这里 见到桑桑有威胁 柯南才跑出来相救 柯南虽然逞了英雄 但桑桑却丢下她独自逃跑了 桑桑赶路之时 再次偶遇了落难小王子 此时的小王子 正被几个强盗无马分尸 桑桑果断出手就吓了她 几个强盗没撑过几回合 就被桑桑三两下杀掉 可小王子还是前几天的态度 认为桑桑多管闲事 并嚣张地说这种小场面 她自己就能够解决 桑桑简直被她气炸了 救下小王子后 她的护卫才刚刚打猎回来 为了表示感谢 护卫决定给桑桑带路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戈登的城池边上 不过这里感觉不像是一个国家 反而和地狱非常相似 因为自从女王得到神器 她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 日夜不停地给神器注入能量 使得神器变得强大无比 直接让她的国家 变成了地狱景象 戈登的副手曾经劝说她毁灭神器 但戈登已经被强大的力量 迷失了双眼 扬言不征服世界势不罢休 可还没等她开始征服世界 桑桑就提着大宝剑前来取她人头 夜晚的时候 小王子苦练剑法 但实在是让桑桑看不下去 于是亲自指点了她几招 小王子也还不算愚蠢 这次竟然低头让桑桑做她师傅 他们继续上路时 却发现越靠近城堡 雷电能量越大 来到一出水池跑 还意外看见了一枚千年龙珠 小男孩意外发现一枚千年龙珠 可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 始终无法撼动龙珠分毫 就在这时水中突然出现一条黑龙 猛的一下窜到了小男孩身边 幸好桑桑武艺高强 成功给小王子创造了逃跑的机会 不过桑桑却陷入了困局 这条巨龙不仅刀枪不入 而且异常的凶猛 就在桑桑坚持不住的时候 柯南突然现身救场 他猛的抓住了黑龙 为桑桑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 柯南抓住黑龙后 还用匕首刺伤了他眼睛 黑龙捧的哇哇大叫 带着柯南在水里不断的死亡翻滚 没有和黑龙纠缠 果断选择了跑路 经过这一次的英雄救美 桑桑也对柯南起了好感 不过他还是一身傲骨 表示想要成为他的男人 就必须打败他 两人上一秒还准备亲亲 下一秒就开始了打架 由于两人都是顶尖高手 大战了三百回后 始终分不出胜负 但在比试过程中 桑桑明显感觉到柯南在放水 打泪休息好后 他们就前往了戈登皇宫 由于神器的毁灭力量 戈登女王已经是空架子了 手下不是辞职了 就是被雷电给劈死了 所以一路上示威都很少看见 为了让桑桑去报仇 柯南选择留下来断后 让桑桑前去寻找女王 桑桑见到戈登女王后 立刻就与她开始大战 没想到戈登虽然是女王 但同时也是一名战士 竟然能与桑桑打得不相上下 不过毕竟养尊储又惯了 体力上还是有所欠缺 没打一会就开始变得力不从心 桑桑准备杀死女王时 不料她竟然会瞬移 连续几次的瞬移 让桑桑感觉到了头疼 不过她很快就发现了猫蜜 原来是一旁的巫师在帮忙 桑桑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去就砍到了巫师 巫师被解决后 女王脸色大变 果断地选择跑路 突然皇宫发生了剧烈晃动 还出现一条百米长的深沟 原来是神器能量一满造成的 虽然此地不宜久留 但为了给姐姐报仇 桑桑还是紧追女王不放 在桑桑的攻击下 女王很快就败下阵来 还将她打下了滚烫的岩浆中 桑桑发现神器后 想起了姐姐的遗愿 没有多犹豫一秒 直接把神器扔入岩浆 神器被毁岩浆突然发生爆炸 估计要不往多近 整个皇宫就要被冤灭 好在柯南非常的给力 用躯体顶住了即将关闭的石门 这才给了桑桑他们创造了 多余的逃跑时间 就在他们刚刚逃离皇宫 下一秒就发生了巨大爆炸 只是一瞬间皇宫变成了灰烬 经过几番生死的考验 柯南终于与桑桑修成正果 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